当冰敦敦vs雪茸茸两大冬奥吉祥物之间对决 谁才是真正的顶流萌物 一边是最近的热色话题冰敦敦 一边是冬奥会的新近顶流雪茸茸 他们两个都是冬奥会的奥运吉祥物 那么他们谁才是真正的顶流萌物呢 这是冰敦敦的抠敦敦最可爱 这是雪茸茸的抠荣若好萌 先说冰敦敦作为最近冬奥会顶流吉祥物 可真不愧被网友称为一敦难求 首先谋划全世界人类的能力 那可是不一般 冰敦敦原本就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大熊猫 因为贪玩的时候落到了一个山洞 还被冬奥魔法完全选中 成功穿上了透明的奥运圣衣 净化成冬奥会的蒙宠吉祥物 当他进入了冬奥会的会场 那才是真正如鱼入水一般 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倒翔天空 还成为了奥运健将驰骋赛场 无论是华汉兵还是穿上雪橇版滑雪 那都是说来就来 根本不在话下 这样带着奥运精神的冰敦敦 成为蒙虫顶流 真的是实至名归 面对可爱度拉满的冰敦敦 毕竟谁又能拒绝一个会抖雪的冰敦敦呢 更何况冰敦敦抛弃了传统元素 充满未来感 时代感 速度感 整体造型像航天员 是一位来自未来的冰雪运动专家 寓意现代科技和冰雪运动的结合 更加体现了冰敦敦的可贵 可是咱们的雪茸茸也不容小觑 作为冬残奥会的吉祥物 呆萌程度那绝对是属于顶尖的 它原本是一个小朋友制作的灯笼 意外得到了冬残奥会的魔法 成为了现在咱们所熟知的雪茸茸 它和冰敦敦一样 都有随风飞翔的能力 还在民间的冰湖比赛中大放异彩 踩上滑雪橇就会变成运动剑将 各种高难度动作说来就来 当它和冰敦敦同时出现 就会通过滑雪比赛一较高下 因为实力相当 所以基本上是不分上下的 在奥运会场上 它们更是会给人带来喜庆和欢乐 看来这次的男神 我也是很难把它们分出高下了 不知道大小伙最看好哪一个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看好的吉祥物吧 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继续 拜拜